接下来的全球现场时间将来安逸 大家早安 全球现场时间 首先先关注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研究中心 昨天发布了一份台海战争的兵推报告 内容显示解放军如果在2026年犯台 尽管是难以成功且现代化的海军将会全军覆没以外 美日台也是惨胜 根据CSIS的兵推结果来看 这一战将会使中国打造的现代化军队是化为乌有 光是开打三周 美国方面就会有数千美军阵亡 两艘的航母被集成 两艘的航舰是葬身太平洋 全球的地位也会重创 而几个美军基地呢 驻日的美军基地也会被共军攻击 而且是据同盟关系的美日部队将会共同损失多艘舰艇 数百架的飞机还有数千名的官兵 而在解放军方面呢 则会有上万人阵亡 损失155架战机138艘的大型船舰 两艘的两栖部队主要也将会重创 那么大陆海军基本是溃不成军 那么至于在台湾军队的方面呢 将会有3500人死伤 海军现役22艘的巡洋舰 还有4艘的驱逐舰 全部都会遭到集成 且水电供应等基本的生活服务将会全数的中断 经济也会重创 那么CSIS的份报告呢 名为是下一场战争之第一战 并指呢 就是针对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 规模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兵推之一 而且一共是模拟了24种的战况 最终结果显示呢 如果解放军他们放台 那么战后美军和解放军双双都会陷入瘫痪 而CSIS也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直播了相关的研讨会以及报告 点出了解放军如果是在2026年入侵台湾 他们得出的两点结论 CSS表示呢 不希望这份兵推报告被解读 为是在暗示一场台海战争 极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其实指出呢 大陆领导阶层现在可能采取的对台战略 依旧是外交孤立 施压游走在灰色地带 还有经济胁迫 另外军事的新闻网站 在消息一出后 其实也做出了分析 点出战争胜败的关键 其实是取决于美军是否在台湾预制兵力 大陆是否会全力投入 解放军两栖舰队是否能够生存 日本是否会积极的参战 还有核武是不是会发挥作用等 而就在这个报告发布之后 2026年的台海兵退报告之际呢 其实国防部昨天也发布了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空域动态 除了是有共机闯越 闯越了台海中线的主线以外 轰炸机还有无人机也穿越了巴胜海峡 抵达了我国的东南空域 其中在1月8号6点到9号6点 国军就已经侦察到了57架次 共建4艘次是持续地在台海周边来活动 其中28架次是逾越了海峡中线 延伸进入西南空域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诗意陆军大校表示 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驻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 和实战化演练 重点演练对陆打击 对海突击等内容 旨在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坚决反击外部势力 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挑衅刑警 解放军表示 演习包括了不同兵种 联合战备警宣和实话演练 主要就是要针对台独分子来打击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昨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直言 这一次的军演目的 就是在于坚决反击外部势力 还有台独势力的勾连挑衅行为 这个国际消息今天是看到 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的支持者 在9号闯进了国会大厦后 引起暴乱之后 传出这个总统因为腹痛 被送往美国佛州奥兰多的一间医院 不过呢 目前情况并不严重 波索纳洛他是在2018年竞选 总统扫街造势意外的时候遇刺 近年来是常常因为肠阻塞的问题 而多次的住院 其他的支持者在昨天的时候 才因为不满选举结果 闯入国会还有总统府的官邸 重演了美国国会暴动 政府当时甚至还出动了镇压部队 以催泪瓦斯驱离民众 且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超过400人被捕 民众拿着棍棒殴打警察 或朝他丢职东西 警察被人从马背上拉下来 还被人群追着打 马屁吓得惊慌逃窜 另一边有人拿着栏杆 不断撞击玻璃 国会大厦的玻璃外墙 已经破了好几个大洞 巴西前总统 波索纳洛的支持者 穿着黄玉相间的T恤 披着国旗因为不满选举结果 群起暴动 可以见到家具不断被暴徒破坏 前方就算喷射水柱架起围栏 仍被民众冲破防线 他们爬上建筑屋点举着标语 与警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警方出动镇压部队 发射大量的催泪瓦斯 广场上烟雾弥漫 闯入里头的民众甚至放火烧地毯 启动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导致内部积水 又示威者占领国会内部 坐在主席台上 此外最高法院和总统府 也都遭人闯入 总统秘书办公室电视被砸碎 家具办公设备都被破坏 各处是一片混乱 这次的叛乱行动是由一群极右派 布满鲁拉值一百分之五十点九的得票率 击败波索纳洛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一 怀疑选举舞弊 在社群网站上鼓动抗议 警方估计大约三千多人 采与暴动超过四百人被捕 当局花了五个多小时 才将抗议者驱散 三座建筑都被安全部队夺回 目前仍在美国佛州的波索纳洛 则是谴责群众的脱续行为 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了大陆外交部的网站显示 这是赵立坚已经信任外交部发言人一职 而且履行外交部边界跟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赵立坚在发言人的任内 以其战狼风格式的一个犀利语言来闻名 而且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粉丝将近千万人 因此这项调职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至于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一个职责 这个报道也指出主要的职责包含了 拟定陆地跟海洋边界相关的外交的政策等等 而且承担海洋的化解 共同开发等相关外交谈判的一个工作 好 另外呢 也来关心针对了美国华府智库 对于2026年台海可能发生战争的兵器推演结果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分析 这份评估报告简直写得乱七八糟 一艘航空母舰上头大约是有五千人 美国一共损失两艘却只死亡了三千多位的士兵 根本一点都不合理 而且中国如果决定要用武力把台湾打下来 又怎么可能会动用东部战区的兵力呢 这个评估报告真的是写得乱七八糟 他说美国损失两艘航母 对 一艘航母上面有五千人 结果美国只死亡三千二 那船上难道没人吗 这是什么算的呢 而且台湾竟然只死三千五 所以主要是美国在打吗 但是美国不是都说不会出兵吗 而且他还假设日本出兵 他说日本会损失一百架战机 然后那个二十艘军舰艇 对不对 他还假设日本出兵 而且更离谱的是 他假设中国只动用东部战区 他认为中国东部战区没有打赢就算了 你认为中国政权有可能这样吗 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逻辑 中国如果这一战没有打赢 他领导人就准备下台 那怎么可能指导东部战区呢 所以我说这一个报告 我真的是看了 真的不知道如何评估 因为这个还要假定 你美国如果会损失两艘航母 你的评估如果是如此 那你还会介入吗 因为你如果没有航母 那美国怎么介入 因为美国向来的打法 都是航母进来 然后又航海空联合作战 那结果他航母都被摧毁了 是 那这样子美国还会进来吗 我觉得这个评估人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政治 跟军事互动上的考虑 而且日本 日本事实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谓日本有事是怎么定义的 是要日本本土被攻击 那他们现在在讨论说 如果是日本领土上的美军基地被攻击 那算不算对那日本即使在这样的一个题目上都只把他理解为说如果美军基地被攻击那美国决定反击那日本可以作为资源可以提那个作为资源方 就是他要跟在美国后面是这样在做定义的这个冰推事实上已经传很久了啦 那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嘛所以就很少讨论假设是三千五百人战死啊 这个相当于阿富汗跟伊拉克战争的一半死亡的一半 对那我是严重怀疑他没有算航母的死亡人数 所以搞不好他死亡破万